身材魁梧的男子 一個不爽就拿安全帽 痛打通訊行女店員的背部 另一名保馬尾的女店員 一邊護著被打的同事 一邊報警 男子健壯 惱羞成怒 男子拿安全帽 不斷猛K 兩名女店員的頭部 隔壁店員站在一旁 想勸架卻有點不知所措 要停掉 到底什麼事會氣成這樣 經過了解 原來只是因為電信費的問題 再稍微稍微 稍微請進去 問我靠我 我怎麼會 安全帽 安全帽 我怎麼搞的 三十號晚上九點多 達人的流星男子 來到位在桃園桃英路的通訊行 在店內彈到一場還不夠 還把女店員拉到門外毆打 隔壁通訊店員隨後 也協助他們進到店內躲避 沒想到也被威脅 我們的人員還跟他起來 口角種族肢體衝突 還跟他 他還直接對我們的人員威脅 你說關你屁事啊 你小心一點 警方到場時 流星男子早已經離去 隔壁通訊行的主管氣氛表示 這種大街毆打女人的暴力行為 不容許在桃園發生 女店員怨傷後到派物所提告 警方也以循璇通知 這寫男子照案說明 警方依法將流星男子 函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他將為自己的行為付上代價 三地新聞 趙玉潔 黃恩玲 桃園報道